据媒体报道,后来乌知名男演员约翰尼·德普于近日决定起诉前妻艾梅伯·谢尔德索赔5000万美元,理由是长期的名誉损害,对他的家庭暴力指控是一场骗局。 德普在诉讼中称,32岁的谢尔德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2015年结婚后不到一个月,就开始了一段恋情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